3、2、1 起飛 哇 有叫我來囉 你已經到太空了 跟我在幕僚下看到的星空不一樣嗎 富德超人第二季是成功敲響金鐘 獲頒第55屆電視金鐘獎動畫節目獎 大大學25日頒發榮譽顧問聘書 給風車圖書董事長許丁龍 期盼產學習手再創家機 很幸運能夠找到對的就是合作的夥伴 所以才讓我們富德超人能夠在短短的兩三年 能夠從第一季2018年能夠入圍金鐘 那個是已經很榮幸了 再來已經過兩年 我們又在今年就得到金鐘 所以現在我是感覺他的效益真的是很強 富德超人是由風車圖書出版公司製作 大大學多美數位內容學位學成 經典獎漫畫家陳志龍 金牌漫畫導演吳敏書 單綱編劇分進 富德超人動畫一推出就受到家長和小孩的歡迎 這次在獲電視金鐘獎是對大大學產學合作 與文創實力的墾丁 非常高興的就是學校呢聘請這個風車圖書 許丁龍董事長作為我們學校的這個產學的顧問 那最主要就是非常感謝這個徐 許董事長呢來推動大學和風車圖書的一個產學合作 那兩個單位呢他就是共同的去做這個富德超人這樣子的一個製作 多媒體學成副教授陳志龍說 風車圖書打造的富德超人品牌肖像 選用台灣特有的食物包子為造型 從藥教商品出發 建立識別度後跨主製作動畫故事內容涵蓋食安環保科學等知識 這是台灣出版跨主動畫的首例 很榮幸我們獲得了金鐘獎 那這部分的話我很感謝那個風車出版許丁龍社長 他創造的這個IP讓我們有一展長彩的機會 就在這一次很順利的我們把第二季 第一季加第二季一共是52集 在電視頻道裡面播都深受好評 那藉由這個機會跟大家在推廣 這個我們很難得國人自創的IP品牌 很開心透過大家努力讓富德超人 抱回電視金鐘獎 不僅收視屢創家機 更獲得國際迎戰的肯定 讓台灣原創動畫被世界看見 大愛人新聞劉新校採訪報導